字幕志愿者 如果是生雞蛋 只要卡準每顆蛋中間的縫隙 往上排就不會倒 不過比較耗時 但如果換熟的水煮蛋 就能輕鬆疊好 而且抓位子更快速 沿著電鍋變成這樣排 一鍋就能放更多蛋 用湯匙輕敲蛋殼出現小裂縫 滷之前還得多這步驟 仔細看電源排的雞蛋 燉的那一端 都有一小塊凹進去 有人解釋敲破氣勢 才不會煮到爆開 師傅說還有這原因 你敲碎之後它有縫隙 那個味道才會跑進去 要不然如果你沒有敲的話 它蛋整個光滑的味道 跑不進去 超商店員花式的排彈法 不少人第一次看到 主拆彈有技巧 但浮誇疊彈法 恐怕也得要很有空 三零希望嚴峻團 光沙域 台北報導